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 I love you 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 想知道什么是托育公共化吗 政府为了减轻家长育儿负担 提高家外托育的使用率 针对0到2岁的孩子 将在5年内设置440处公共托育家园 并新增5280个收托名额 一般家庭每人每月补助3000元 中低收入户家庭每人每月补助5000元 低收入户家庭每人每月补助7000元 第三名子女以上再加多补助1000元 自107年8月起开始实施 针对2到5岁的孩子 政府将在5年内 增设公共化幼儿园2247班 总可提供6万个就读名额 只要是就读公共幼儿园 想免学费优惠 非营令幼儿园 每人每月学费最高只需负担 3500元 第三名子女以上 每人每月最高负担2500元 中低收入户 与低收入户家庭 就读公共化幼儿园 也想免学费优惠 107年8月 于6都以外现实先行办理 108年8月 则全国都可以办理 1672年5月 whole 170年4月 5月4日 108年4月 1149jo